前段时间拍瓶子 其实有个问题有人问 也是我自己没弄好的 就是当时皮油瓶上水柱 这东西绝对是门基础 我之前就说过 摄影其实是门杂学 除了相机镜头那件事 还涉及到方方念面 今天咱们就来聊点化学知识 如何制作冰霜雪水无风 想啥呢还不看点赞 各位好 我是职业社长期大学者老赞 这个片现在开始 先来说说上次我们拍啤酒失败的地方 就是这个水珠 开拍之前我看了小吴老师的方案 也咨询了铁磊大师的配方 还是折腾好长时间还是没弄好 对于人民币玩压来说 不好使那就克金呗 要知道用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都不叫有问题 卧槽 什么事都没有花钱的错 我跟你说 有啥事是花钱解决不了的 三四的花钱就完了 妈的 然而我飘了 当时觉得还不错 但是过后跟真正大神的水珠一比较 我那个简直就是个T粉 这里我将几经周折最后研制成功的这个新法 分线给你 快拿起手中的笔记本 我要开始了 所有方法无论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 核心有两个点 第一是化学层面的 首先我们要在这个杯子上做一个隔离层 这里我讲的是田磊大师教我的配方 二甲鸡硅油 在平体表面或者杯子表面涂一层 风干一会之后再用纸巾给它擦干净抛光 可以选择无尘纸 这边便宜的很 而且不掉渣 喷壶尽量选择这种喷嘴可调的 喷壶内的三种液体是温水化开的白蜂蜜 再加入适量的甘油 我知道你们非得问比例 我也说不清楚 当初我也问过 有一句话叫好吃多给 水不用太多 甘油跟水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1左右 蜂蜜的目的是为了让喷出的水珠带有一定的粘性 这样可以成为果冻状且不易脱落 但是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 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失败的两个原因之一 配好的液体不要马上用 你先摇 玩命的摇 然后放置两个小时左右 或者更长 那我第二次喷射成功那次 大概放了一天以上 第二个核心心法就是喷壶的选择技手法 刚才说过尽量选这种可调喷嘴的 不要用那种细物对着直接喷 能调就把这个水物调小 变成跟咱们小时候那种撕水枪的这种状态 距离大概20到30厘米的地方 斜向点射 类似打光用咱们罩子的这个边缘光 让喷壶喷出这种大水滴落在这个瓶子上 不要贪多 我用买来的那个套装就是因为贪多 结果上次拍摄的效果就跟打涕粉喷的一样 所以到这里 关于拍摄酒瓶水杯水珠的这个制作过程 你学会了吗 这里咱们拿刚刚做的这个可乐杯 布光看一下效果 这个灯光就是随便一打算不上高级 不过我觉得也够用了 放入亚克力加入冰块加入可乐 我们来看一下吧 水珠整完了咱们来整个雪地 先用一张打印的背景纸做个背景 这个车模是四年前单能拍车模那个时候 一个粉丝寄过来说让我再拍一个这个 结果那也被我搁置了 由于年久失修 这个前发动机盖已经无法闭合了 当然拍的时候也没发现 旧或者看不各位 雪地算是最简单的了 十五年就这么简单 由于时间仓促我就随便拍了一下 其实可以找一些小石子或者木块 在雪地中做一些凸起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真实一些 当然不用这辆破旧的吉普车 换上大安的模型或者手办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有雪就要有风 在视频中表现风无非就是一些飞骨的元素 衣服裙子杀金树叶 然而这些咱都没有 那就来点飞骨的冷空气 这也就用到了我最近入手的一款神器 云精灵烟雾机 它的原理就是电子烟的效果 不用你吸 它来帮你吹 烟雾一旦飘起就有了方向 也就形成了动态的风 雪无风你应该也学会了吧 第三个案例是一张经营剔透的手机壁纸 这里拿出B站官方商城购入了手办 买手办上B站 发出视频不爱饭 这广告也不要 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透明盒子 在底层放着我提前购买好的果冻蜡 对这个东西叫果冻蜡 用来DIY做那种里边有花瓣什么的蜡烛的 加温融化冷却后变成固态 观感跟冰块类似 但是它是软的 可以随意的掰碎切割 把手办垫好差不多的位置固定在上面 再放着前面咱们拍可乐用到的亚克力冰块 最上方就是这张照片的灵魂了 这东西叫液态玻璃水晶史莱姆 其实它就是一款解压玩具 跟咱们之前给键盘做大宝剑那种差不多 但是它是完全透明的 而且拉伸以后可以夹杂一部分气泡 但是缺点是有的 由于这个半夜态的不容易固定 这也是为什么要用一个饭盒装的原因 而且这东西放上去会慢慢的下沉 所以拍摄的时机不长 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相机拍的视频素材 最后只有照片的原因 因为当时忘了录制按键 错过了最好的拍摄时间 所以就只有照片 不光非常简单 一讲iPad AirTank80 裸灯放在饭盒下面 透过饭盒打光 上面是另外一张Tank80 加硫酸纸从侧面打光 色温都是调到了6500到7000K左右 让画面稍微偏冷一些 即便是手机直接拍 这个效果也是杠杠的 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 这些原材料虽然都很便宜 但是放入液态玻璃的东西 不建议结构太复杂的 就像这个手办 基本上已经报废了 好多地方已经刷不出来了 弄不干净 你们看看现在都已经这得性了 好了 这就是关于固态冰的制作过程了 半夜太冰加水怎么搞呢 终极大招要来了 亚克力水槽里放上果冻辣亚克力冰块 倒入一点水 这个模特我得找个防水了 所以就直接选了大疆的GoPro 对 大疆的GoPro 这种水加冰的画面 如果主体上面没有呼应的元素的话 那就看着有点假 所以记得开头 我扔在桌子上那块白布吗 对 就是它 我们用刀子划开白布 往中间加水 多加几次 多挡一会儿 你会发现被泡起来的物体 跟液态的冰水混合物非常像 然后你就拿那么一丢丢把它放在大浆锅上 这里要吐槽一下了 这种白布为啥就不能用无尘纸吗 由于拍视频经常比较混乱 没接大屏看 最后发现那些白色毛发的时候 追悔莫及 所以这里提醒各位一句 方法虽然学会了 但是使用的时候 尤其是干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细节 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 特别粗的那种 所以经常是差不多就完了 然后等着看结果的时候 再自己抽嘴巴 所以各位同志 还是要接受我这个教训 少打自己几个嘴巴 有了冰 有了水 有了液态冰水混合物 对了 一直忘说了 为了给背景增加点颜色氛围 我把刚才咱们拍车那张背景纸 直接泡在了水里 最后用云精灵 加入一点烟雾效果 这个冷冰冰的大江GoPro镜头 就拍好了 最后说一下 本期视频用到的几款产品 iPad Air Tank80 之前有介绍过这个小灯 亮度功率还是很棒的 这次几个拍摄案例 都是使用两支Tank80完成的 不光不算讲究 但是效果绝对够用 尤其是拍摄冰的画面 直接调整灯光色温到7000K 寒冷感就来了 另外就是云精灵 这个手持烟雾机 太方便了有没有 套装它还带了风扇 以及一些不同规格的转接件 绝对的专业 就是这个价格 对于一般人不算友好 不过有需要的朋友 到官方店铺去提我 也是有福利价格的 毕竟它比传统烟雾机 方便太多 好了 不废话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能看到这儿的 都是高智商 高情商人群 所以提醒大家 关个小柱 点个小赞 这种事 各位应该已经搞定了吧 因为分享所有影响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耶 耶